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非常紧张 因此联合国和全世界都在担心这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韩国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常常处在危险的状况 而且据报道 在以色列被轰炸的那一天 阿富汗也发生了地震 但有关阿富汗地震的消息 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听说他们甚至连接受国际救援都非常困难 多处要发生地震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两千年前 门徒们问耶稣说 在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那时 耶稣就是这样向门徒们说明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也持续了一年多的战争 现今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代 无可否认 在塞扬之日 我们必须要有避难所 面对最后的刑法及审判之日 若没有任何避难所 毫无疑问 会是非常凄凉的状况 各位不同意吗 想一想挪亚时代的人们吧 上帝在用水审判世界之前 吩咐挪亚造方舟 为了让进入方舟的人都能得救 上帝赐予了救恩的场所 避难所 上帝预言说 在这时代要用火审判世界 但在审判世界之前 上帝却预备了避难所 及西安让人类进入那里 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极大的祝福 建造这西安的就是安商红上帝 仇敌魔鬼一直在试图摧毁西安 但上帝却在保护西安 将永生和祝福赐予西安的儿女们 上帝喜悦西安中的人们 彼此美丽的联合 和睦 上帝还预言说 我们会在西安得到赦罪 上帝早已预言说 全人类都要进入西安 从耶利米先知时代起 上帝就预告了此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圣经 明确地确认这一点 如此看来 西安确实是我们这时代 最重要的场所 世上没有任何方法和道路 可以让我们度过有意义的人生 但我们却得到了 天国这个美丽的目标 和救恩这个光明的盼望 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 建造西安的安商红上帝 和新耶路撒冷天上母亲才行 看一下耶利米书四章五节 耶利米书四章五节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 宣告在耶路撒冷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脚 高声呼叫说 你们当聚集 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我们要逃避到哪里呢 西安 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 要逃避 不要迟眼 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 从北方来到 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 是毁坏列国的 他已经动身 出离本处 要使你的地荒凉 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 无人居住 因此你们当 妖树麻布 大声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烈怒 没有向我们转销 耶和华说 到那时 君王和首领的心 都要消灭 祭司都要惊奇 先知都要诧异 灾难会造成 多么大的毁灭呢 会发生超乎我们想象的状况 所以经上说 君王和首领的心 都要消灭 祭司都要惊奇 先知都要诧异 在这种时代 上帝让我们去哪里呢 他吩咐道 你们要进入西安 不要迟言 我们要向周围众多的人 传达此真理 耶稣所说的所有预言 都在我们眼前成就 不是吗 虽然人们亲眼目睹了 眼前的成就 但他们却想 这一切最终都会结束 各位 我们要学会 用预言的眼光看待 现在发生的所有事 现今时代发生的所有事 都在照着圣经的预言 一步步成就 那么 是谁为我们建立了西安呢 首先 查看一下 建立西安的上帝吧 各位知道 有属灵的西安 和肉身的西安吗 肉身的西安 是以色列第二任王 大魏建立的 属灵的西安 是大魏所预表的 基督建立的地方 我们从旧约的预言开始 来了解一下 有关大魏和耶稣基督的内容吧 看一下以西节书 三十七章话语 看一下以西节书 三十七章二十四节 我的仆人大魏 一座他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 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并子孙的子孙 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魏 必做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并且我要与他们 立平安的约 作为永约 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的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 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我的居所 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里说 大魏做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而路加福音一章中 也小于我们 这大魏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吗 确认一下吧 看一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 叫耶稣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上帝要把他 祖大魏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以西节书三十七章中记录说 大魏必永远做他们的王 但大魏并没有永远做王 他在位四十年 但这里记录说 他要做王 直到永远 通过查看以西节书三十七章 和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 上帝再小于我们 大魏是耶稣的预表 看一下撒末尔记下五章 看一下撒末尔记下五章三节 于是 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西伯伦 见大魏王 大魏在西伯伦耶和华面前 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高大魏 做以色列的王 大魏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岁 在位四十年 看一下七节 七节 然而大魏攻取西安的宝障 他征服了西安的宝障 由于大魏征服了西安 因此说就是大魏的城 像这样 大魏王的历史始于 他征服西安城 归根结底 大魏是预表将要来临的 基督的预言人物 那么通过以赛亚书33章来查看一下 大魏攻克的西安城的属灵意义吧 圣经是由影子和实体组成的关系 既然有肉身的大魏和肉身的西安 那么就必然有属灵的大魏和属灵的西安 关于西安的预言 我们查看一下 以赛亚书33章20节 33章20节 我们要看哪里呢 你要看西安 我们守圣洁的城 从灵上来说 西安指的是遵守上帝节气的地方 继续查看 33章20节 你要看西安 我们守圣洁的城 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 为安静的居所 为布挪移的丈母 绝子永不拔出 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在那里 在那里是哪里呢 就是西安 在西安 耶和华必显威严 与我们同在 圣经小玉说 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 就是西安 若查看西安的特征 就会发现 遵守节气的地方 在灵上就是西安 看一下22节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们 你的绳索松开 不能栽稳为干 也不能扬起蓬来 那时 许多乳来的物被分了 瘸腿地把略武夺去了 城内居民必不说 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姓 罪孽都赦免了 这意味着 住在西安的人会得到赦罪 关于西安 这是圣经和众先知 所见证的预言 上帝通过预言小预我们 就像大卫征服了西安一样 灵的大卫基督 也会建造遵守上帝 节气的西安 那么 两千年前 来到这世上的耶稣基督 真的建立了首节期的西安吗 在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十七节中记录 耶稣用逾越节立了新约 在约翰福音 七章中记录 他遵守了祝蓬节 在使徒行传二章中 他还遵守了什么呢 还遵守了五旬节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从耶稣初临时起 就遵守了这些节气 遵守了节气 意味着什么呢 这预表西安已经建立 但仇敌撒旦却对 要永远存在才行的西安 做了什么呢 他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预言说他会毁坏西安 使西安成为荒场 看一下 但以礼书七章二十五节 但以礼书七章二十五节 他必向至高者说 夸大的话 这里的至高者 指的是上帝 不是吗 因为他是敌对上帝的人 所以这里的他 指的是谁呢 他是魔鬼 他必向至高者 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气和律法 即上帝的节气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手 一载 二载 半载 然而 审判者必坐着 请审判 他的权柄 必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一直到底 根据戴义礼书 七章二十五节 上帝的节气 会怎样呢 改变节气是指 节气要消失的意思 不是吗 当节气消失时 西安会怎样呢 将会成为荒场 就像圣经的预言一样 安息日在公元三百二十一年 被废除 逾越节在公元三百二十五年 被废除 就这样 上帝所制定的节气和律力 及西约律法 开始逐渐被歪曲和改变 从灵的角度来看 这是毁坏西安的行为 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一章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二节记录说 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和生养你们的撒拉 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选招他 四福与他 使他人数增多 耶和华已经 上帝会怎样呢 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 就像肉身的西安 因巴比伦的入侵而被毁坏一样 灵的西安也被毁坏了 魔鬼撒旦篡改了上帝的所有节气和律法 对此 上帝用荒场来形容了西安的荒废 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 使旷野像伊甸 上帝应许说 要将像干旱的旷野一样的废墟 重新修整成像伊甸园一样的地方 使沙漠像耶和华的缘由 在其中 必有欢喜 快乐 感谢 和歌唱的声音 谁能将西安建设成这样呢 谁能使西安的荒帝 如同上帝的缘由呢 谁会怜悯 从前美丽 现在却变成废墟的西安呢 上帝说 这是他将会亲自做的事 也就是说 上帝会恢复新约与月节 以及新约所有的节气 因此 只有上帝来到这世上 我们才能领悟与月节的真理 遵守真正的安息日 不是吗 有人说别的教会 不也遵守安息日吗 在附近来临之前 安息教就已经存在了 不是吗 但他们遵守的安息日 不是从星期六开始 而是从星期五开始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基础知识 所以他们口中的安息日 是真正的安息日吗 不是 我们在全世界 努力传播逾越节的同时 也有一些教会声称 我们在阳历一月十四日 遵守逾越节 虽然他们使用了逾越节一词 但他们遵守的 真的符合基督所制定的 律力和法度吗 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西安会在何时 由谁重建呢 关于此问题 通过弥加书四章来查看一下 众先知是如何预言的吧 弥加书四章一节中说 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 是指末后的圣灵时代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壁间里 超湖珠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 上帝的殿 主必将怎样呢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 蓄毁必处于哪呢 蓄毁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冷 人类完全忘记了安息日 西约逾越节 五旬节 祝鹏节等西约律法 在末后时代 上帝会来到这世上 上帝会在哪里 将律法教导给人类呢 他会在西安教导我们 律法从西安出来 意味着西安得到了重建 西安不会一直荒废 而会得到重建 在那里 谁会教导我们呢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上帝会亲自教导我们 正确的真理之路 让我们拥有完全的领悟 上帝若不来 就没有人能正确地遵守安息日 没有人能完全遵守逾越节 上帝若不来 谁能恢复三次七个节期呢 基督安上红照着预言 带着真理来到了这世上 圣经的预言中 除了真正的预言主人公以外 没有人能扮演这种角色 因为上帝是这一切的缔造者 就如能带来生命果的 只有上帝 遵守节期的西安建设 也一样 这不是任何人能说 我也可以建一个西安的问题 各位绝对不是这样的 曾经被毁坏的西安 若在这地上已被重建 就无法建立别的西安 这是上帝亲自来到这世上 只能成就一次的事件和预言 御法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于耶路撒冷 在弥加书四章中 先知者说 上帝会再次来临 恢复新约真理的所有律例 成就这事的就是我们的上帝 以赛亚书25章中明确记录了此内容 不是吗 经上说 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速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再查看一下 关于上帝要建立西安的预言吧 诗篇102篇 诗篇102篇16节中说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 建造了什么呢 西安 谁能建造西安呢 这预言是只有上帝才能成就的事 从耶稣来到这世上升天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两千年 在这两千年的时间里 无数人钻研 研究圣经 并通过书籍和数以万计的论文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但没有一个人提到 要遵守逾越节和三次七个节气 为什么呢 必须要谁来才行呢 只有上帝才能恢复真理 并教导我们真理 所以经上说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当上帝重建西安 在自己的荣耀中显现 将上帝的道 教导给末后时代的百姓时 会发生什么事呢 继续看十七节 他垂听穷人的祷告 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受造的民 要赞美耶和华 继续查看十九节 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 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 要垂听被求之人的叹息 要释放将要死的人 使人在西安传扬 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传扬 赞美他的话 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 侍奉耶和华的时候 诗篇中预言说 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归向 建造真正西安的上帝 并将荣耀归于上帝 看一下十篇八十七篇 十篇八十七篇五节 轮到西安 必说 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 而且至高者 至高者是谁呢 是上帝 上帝必亲自建立这城 这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 上帝并没有将这事 托付给天使 或其他天上的灵物们 上帝说 要亲自来成就 建造西安的事工 所以 上帝赐予了 三次七个节气的 新约真理 不是吗 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 来到这世上 赐予了西安儿女 宝贵的永生话语 不是吗 因此经上说 至高者必 亲自建立这城 六节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 这一个生在那里 希拉 歌唱的 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今天 我们要将荣耀和赞美 献给基督安商红天上父亲 和西耶路撒冷天上母亲 因为他们赐予了 三次七个节气 逾越节 安息日 和所有西约节气 若上帝没有来到这世上 西安会被建立吗 西安根本就不会存在 现在世界各地 正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灾阳 我们正生活在 无法预见未来的 不确定的状况中 这世上的人 这世上的人没有未来 没有盼望 因此 父亲安商红上帝 和天上母亲 怜悯没有盼望的人类 因此建立了 因此建立了上帝 结期之城 西安 虽有千人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要鼓励那些可怜的灵魂说 你们要回到真理的西安 那里是上帝的居所 拥有天国的应许 受尽礼使罪得赦免 并一同回永远的故乡天国吧 恳请先蒙照的各位 带领和引导全世界所有的百姓 让他们悔改并归回真理的圣所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谢谢